來到新中午的時候 她就突然換上了新年了 直到今年的1月13日 我第一次認識日墨斯 她提供討好 我女精的早生年 我覺得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晚回到那天的六點中 她開始第一次睡覺 四年她是不能睡覺的 神的人是很虛脫的 但是又是一個神職 如果四年的人 神人不睡覺 是完全不能停不睡覺 我女兒已經死了 但是神人呢 她每天回到學校 她又沒有力量讀書 在家裡 總之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時 那個人在虛脫 那個人是不能睡覺的 但是在靠DS這個事的時候 我都想到她全部是肥佬的 但是 因為她仍然有支持我 靠這件事 我沒有祈禱 但是她靠出來的神職 都認我 很驚訝 她考了四四三三的神職 祝福 我覺得如果不是神職 一個不睡覺的人 又不讀書的人 怎麼拿這些神職 我覺得很奇妙 這個是令我 好 但是還是不睡覺 因為我們傳統教會 我和牧師第一時間通知我自己的牧師 他們是叫我去找手工的 然後 我又去找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有一個姊妹就教我一個方法 如果發作上來時 因為她每晚到三點鐘 開始大好大叫來 她哭 坐到五點鐘 整個樓都會震動 我的女兒其實從神到達 就算我罵她、打她 她都會 只是抽 她不會大聲哭 她哭 但是那時候就變成瘋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會有call 她吵起來 我就把我打狗 去醫院 去醫院後 然後呢 跟著呢 要求賤社工 因為表面是她沒有病的 她那個人 跟著後來 就 安排了社工 開始 那些 看精神科 實驗 我們要去看私家 因為政府那些好像不明 看醫生都千幾二千萬 後來又不行 又去看中醫 中醫初初看得便宜 跟著又看多層三上千萬 這樣看 看女神也在網上 找那些名義 好醫 看什麼醫生可以醫治她 找了很多 搞得我很頭痛 還有她身邊爆了窗 整個人潛水 所有同學都不接坐 每天都戴著口罩 我很多姐妹都見過她 她的情緒很厲害 但是她在這個當中的痛苦 我就不知怎麽算了 我真的有一天 我有一個姐妹 Kathy Lee 她今天都坐在當中 她介紹我給夜幕師看 因為她看到我們好像在過地獄生活那樣 因為這幾年我都陪著我女兒 通宵通宵的 不睡覺 所以我整個人都老了很多 還有我唱歌 正在主要我現在是出不了身的 因為長期不夠睡 但是 感謝主 就是1月13號開始 我女兒有6點鐘 開始睡了一點 到慢慢睡到2、3點鐘 接著 就是逐一逐一開始拉長的時間 後來我女兒是完全不要失藥 戒了藥 因為她失了那些藥 失了久了 開始要晃過 她不要失 接著到 上個月有一天 她第一次10點半可以睡到覺 現在她睡覺了 完全不可以了 情緒穩定了很多 她說未來的努力 她要將自己一生的獻給主 她要做服侍的工作 她對於長大的高級民憑力 她將來出來 她就可以服侍多成功 她因為失贏 她要回學多久 因為失明 沒有辦法讀書 在讀大中 第二年 開始就退了 一學 一年半 差不多兩年 時間 但後來騎到之後 就回學了 是的 那就是說 永歸未遲 希望她這個作見 只是鼓勵大家 神是真的 不是說人怎樣 是神 是很真的 神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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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